民进党的动作不止如此 新党及台北市民代候选人侯汉廷 10号爆出了一份 民进党中央政策委员会 要封存10年的机密文件 当中显示民进党下达指令 要求台法务部门特定媒体等 配合辅选民进党候选人赖清德 民进党自己才真的是在用 大机关来公然戒选 影响台湾的选情 爆出民进党会议机密文件 侯汉廷指控绿营动用行政机器 介入选举 侯汉廷说 与会人是由许立明潘孟安邱一人 时间是去年11月20号蓝白河破局之前 民进党借出打击柯文哲的策略 要让他失去青年的支持 还要台法务部门查郭台铭 联署会选宜云 以及让台外事部门积极邀请国际人士来台 还要台交通部门在1月13号选举前 限缩两岸航班数量进行管控 侯汉廷痛批 民进党动用民众纳税前 从台外事部门 法务部门 交通部门 司法机构 到媒体都在他们的掌控下 无视行政中立 公然散播谎言 洗脑民众 只有行政机关介绍才是真的 民进党发言人张志豪 在回应此爆料时辩称 民进党没有这样的文件 也没有这样的格式 是该候选人自己打字伪造 是抹黑 就请你拿出这一份 所谓第112044号 同样的文件内文 来以招公信 对于民进党的辩解 侯汉廷表示 请民进党正面回应 为何资料内容 能够完全落实在现实 这份会议记录 文号到底存不存在 不要单纯一句抹黑 就简单带过去 收笛 咨 1890 flat 并 并